慧苏曰 狐狸无辅文法之四 故名为大师主也 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 大师主一定是财法年重不实 这一段特别的我们要着重的 这一句话说 法师菩利无佛文法 那么由此可知 一生能闻到佛法 这是最大的佛报啊 比在世界 做天王 中国古时候 称赞帝王 富有四海 你得到全世界的财富 你成为这个世间的经论神王 这人间富贵到了基础了 是不是 有佛之四呢 不是 还是无佛之四 为什么 你的崇高的地位 无量的财富 你只能享受一生 你死了以后怎么办 没有一样你能带着走的 死了以后还是要 随意受报 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真正没有佛报 那么有机会闻到佛法的人 这一世 再贫穷 再没有地位 如果这一生有缘 这个缘很殊胜 他这一生就成佛去了 一了一切了 这个大佛报 这一生没有缘 不能成就 来生后世 一定会缘缘 缘缘他就能成就 这是真实的佛报 文法的种子 在阿赖耶诗里面 叫金刚种子 永远不坏 永远不灭 所以 我们就知道了 世出世界 再大的世出 不能跟佛别 佛布式的是什么 是佛法 世间人布式的是财宝 跟世间法 不是佛法了 那佛法还得了吗 不得了吗 这些话 我们要记住 为什么 我们这一生 有无比殊胜的 富云 但是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我们不识乎 不知道 这是世出世界 无与能比的 珍宝 因此 大灭错过 把这一生 成佛的机缘 错过了 阿赖耶诗里面 佛法种子 永远不灭 那在等 来生 后世 来生 后世 再轮回 又不知道 要吃多少亏 受多少罪 这个无垢奈何 不可以怨天诱人 自作自首啊 那么多 再转回